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这师父跟你们讲的这些都是佛法 我用白化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做人为什么不要把这个心住在烦恼当中 已经发生了 你硬把这个心放在烦恼当中 你就会越来越烦恼 所以菩萨不住无为 菩萨不住无为 什么叫不住无为的道理 就是菩萨的心理 就是我今天去做这个事情 我肯定是无为的 就是没有目的的去做的 你做的没有目的的事情 你根本不把这些无为的事情放在心中 就是菩萨今天去帮助别人了 别人都很感恩你 说你做的是菩萨的道 你在帮助别人 你在救度众生 没有啊 跟大家一样 我只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 你菩萨的思维 你这样的话 你就是不住 不住无为 连你做好事 你都根本没认为自己做好事 你就是得到了 你就是挣着涅槃了呀 所以很多人不懂什么叫涅槃 因为你不住在你所拥有的这个境界当中 你就是超脱这个境界 就是涅槃 所以要懂得你今天做了好事 我离开做好事的境界 我今天有烦恼离开烦恼 今天我得到了 离开得到 因为一切都是虚幻 所以要学空 学空 佛教界讲学空 就是不以空为正 不以空为正 修学无相无作 不以无相无作为正 修学无起 不以无起为正 我讲这个你们肯定听不懂啊 师父会给你们解释的 就是学空 就是什么 要学习空向 空性 你比方说 今天不管做什么事情 它会过去了 过去了是不是空了 这件事情 在一年前有吗 有的 你今天这件事情已经过了 你是不是已经空了 那像我们很多 小朋友过去是在读书的阶段 那你读书结束了 你是不是现在要进入成年人的阶段 那么你读书阶段 你就叫空性 所以叫你们学习一切要空 因为它既然过去了 就是无相了 你也没有作为了 因为你已经不读书了 所以你也不要再到学校去 有所作为了 所以你这样 就是师父上一集跟大家讲的 叫三解脱 三个解脱 空 就是一切本空 我们学佛做人要懂得 这个世界来也空空 去也空空 我们来的时候 什么也没有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走的时候 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 所以来也空 去也空 一切本空 所以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是借给你的 是你借来的 哪件事情是你真的 是你的 所以法师两袖清风 他们学习 因为在人间是个过程 我不会永远在人间 在人间是借甲修正的 一个环境 所以我不执着 人间的所有东西 因为我知道这是空的 就是师父跟你们讲的 你们如果去旅游到一个岛上 很美丽 给你一个很大的房间 你说哎呀 缺个这个缺个那个 如果你把家里全部布置好了 这个买好了 那个买好了 你可能没几天 你就要离开了这个岛了 因为这个不是你真正的家呀 我们到了人间 眼睛一眨就是几十年 这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呀 我们真正的家在天上 所以这样我们就懂得 这个世界一切本来就是空的 所以就叫学空啊 学习空性啊 要学佛以空为基础 你学佛都要以空为基础 就是学佛 你今天学了吗 学了 学了之后不要高傲 不要骄傲 因为学了之后 进入你的八十天中之后 也空了 给你学好了 没了 结束了 进入你的意识当中了 然后你这个意识 就怎么生活了 所以一切都是空的 无相 就是不着相 人家说哎呦 你今天啊 是啊 是一个博士啊 是个教授啊 如果你到了老年痴呆了 你什么都记不住 你是个什么教授啊 你一切都忘了 你不要去着想 你今天是谁 因为今天的一切 都是本空的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不要被现象所欺骗 所以人好面子 就是在现象当中啊 因为你看到的人间 你以为这是真的 看到那个也是真的 实际上你被他骗了 因为真正的 活在世界上 是空性的 所以菩萨叫我们无作 就做而不做 你好像做过了 实际上你像没做过一样 想一想我们小时候 很多事情是不是做过了 现在你想得起来吗 你做过吗 做过 像没有做过一样 你们小时候生过气吗 生过 曾经有很大的气 生过了 现在像没生过一样 你们小时候开一个party 或者曾经有一个 birthday 生日party 哎呀 爸爸妈妈帮你叫了很多人来 那一天你在这里 打扮得很漂亮 大家都鼓掌啊 吃蛋糕啊 开心得不得了 过了吗 做而无作呀 你现在想起来 就像没做过一样 这就是菩萨让我们看到的本 一切行为 就是用现代话讲 就是过了就算了 过了就没了 也就是叫我们懂得 你无愿没有带来什么愿望 你也带不走什么愿望 因为一切都是空 无相无作 这就是大乘佛法的三解脱门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我们求菩萨 也要懂得解脱呀 你说我们曾经 经常跟观世音菩萨说 哎呀 观世音菩萨 你有求必应啊 对不对啊 但是你要记住啊 你有求菩萨可以必应 但是问题 你自己的能量 你自己的功德 菩萨听得到听不到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条 求菩萨 你能够求到有求必应 一定伴随着一个附加的条件 那就是心成则灵 如果你今天心不成 你不诚恳 你投机观念来学佛 你一定得不到真正的回报 你只是为某一件事情来求 为某一件事情 你完全靠菩萨 而不用自己真正的学佛的心 来配合它 你是绝对不会灵验 所以很多人的心没有到 所以我们懂得菩萨 也不容易 因为我们人 这个求愿啊 那个求愿啊 然后自己的功德不够啊 自己的愿力不够啊 只是为某一个事情而求 你自己身上的业障这么重 你还怪菩萨 你天天许愿 要求愿力 求到后来 你就变成愿了 菩萨抱怨了 不是那个愿了 变成抱怨了 菩萨你怎么不灵啊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学会 懂得空性 懂得空 无相 无作 那你就什么都放下来了 我今天求什么 我知道是空的 但是我求了 我自己的心 用进去了 我得到的 也是暂时的解决 人间的东西 因为最后 还是离开这个世界的 所以这个不是你真正的 要需要的东西 也是一个空性 所以慢慢慢慢的 佛就告诉我们 要修学空 不要以空为正 什么意思啊 哎呦 我空了 如果一个人跟你说 我已经想通了 我完全想空了 你不要去相信他 因为他执着的 这个空上面 觉得我是 证得了 空性了 因为没有空啊 你真正证得空性的人 连这个空都没有了 就是师父经常跟你们讲的 我根本不跟你们争的 这样东西你们去争好了 我根本不要的 我想都不想他 你说他在想吗 他心中就在想这件事情 大家都在争 他嘴巴里还说 我才不要呢 我才不想这件事情 但是他心里有没有这件事情 没有 真正的空下来 所以师父要你们 修学无相无作 就是不要被夺相 什么事情不要盯住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要放下来 你才真的空性 你因为知道空了 你要学佛当中 要绝对不入空 我知道这个事情 是空的 我不入空 就是说 我知道这个人间 是无常的 但是呢 我不进入这个无常当中 你说 有很多人说 无所谓的啦 人生苦短的 所以我根本无所谓的 你给我也好 不给我也好 你这个入空啦 因为你还是觉得 我不入空 实际上你入空了 这就是师父讲的 佛法的哲理 你的意识还在里边呢 就像师父经常做心理辅导 可以有些 这个患者跟他们讲啦 他说啦 哎呀我早就放下了 我才不在乎呢 他离开我就离开我 我一点都不痛苦 我真的 我又不回答信 我也不想他 我一天我就怎么怎么 你说他讲到现在 他全是讲的这个男孩子 你说他是不是路空了 嘴巴里说不空 实际上心中全是进入了空性 空了 我们又不能完全空 叫完空也不行 因为完全空了之后 谁去救这个世界啊 谁去度人呢 如果你不借假修真 你大成菩萨 怎么能够体验到他路式行善 天上下来的菩萨 各个都要路式来行善 来救度众生的 你说我们虽然要空 但是我们要路式行善 所以要修学无奇 什么叫无奇 不以无奇为正 无奇就是我们虽然在空性当中 我们虽然有的时候 我们在路式行善 我们在空性当中也是要行善 要去救度众生 实际上还是在空性当中 但是不路空也没有完全离开空 这个就是哲学 无奇就是不动心啊 无奇就是我们不以无奇为正 你不动心啊 你就不要再去想动心的事情 我要去救人啊 我今天到这个世界上来 我已经许过愿了 我就是要救度有缘众生啊 你还是有起啊 因为你有启动你的心念 所以学不学到最后 要能够不动心 当然最好 你积极地去行善 每一天都是找很多的善事 去做功德 但是你不能动这个心为究竟 也就是说 你不能去为了行善 为了做某件事情 为目的的去做 你不能为了这个究竟 作为究竟 最后 所以佛法真的讲到后来 非常非常的难 就是起心动念都是业 你今天动了一个善念了 你上天了 你动了一个恶念 你下地狱了 那么很多人说 为什么师父你告诉我们 叫我们不要随便起心动念 这就是要想到空性啊 你想到了每一件事情 你做了之后 最后归空 你就不会再去感觉到 我在法师 我在不师 你能善分别 这个诸法项 因为你空性 你等于离开了 比方说两个人在吵架 你离开了两个人之后 那你的诸法空向 你所有看到的这两个人 所做的一切的行为 思维和语言 你都知道这是空的 待会就没了 你这样你才能知道 这个世界上 原来他们两个人的争吵 都是因果 你不露因果 但是他们露了因果 如果你说谁对谁错 你就进入了人间这个 是非的因果 你说这个人是了 那么那个人就是非了 就是不对了 你心中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了 有个是 那你心中一定会有一个非 所以不露因果 那才是第一意 所以我们要证得菩萨的道果 我们要学习 持戒修定 要懂得成果 第一要没有妄念 没有烦恼 而且要空性 但是又不能执着于空性 你们想想看 一个成了佛的人 他还动不动念头 他没念头了 他已经是佛了 他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佛言佛语 他做的什么事情 都是佛的行为 佛的智慧 他根本用不着再去想 我是佛 或者我不是佛 或者我要做佛的事情 因为我是佛 就像一个人说 我是个好人 我要做好事 我今天是个模范 劳动模范 我必须要做模范的事情 那你还是在 模范当中 执着这个模范 还没有完全空 你要真正的放下 你知道自己是模范 而且你已经忘记自己是模范 你反正看见 模范应该做的事情 去帮助别人 你就去做 所以能善分别 你要是觉得这件事情 是善和恶 你能分别它 实际上你还是心中有分别 要无分别 你才能善与分别一切法相 分别一切法相 就是你要离开别人的争吵当中 你才知道 他们的争吵 实际上在因果中 所以我们要离开 离开就是靠空啊 靠不着相啊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到现在 就是要你们懂得 不管做什么事情 做了要像无作一样 不着相 对这个世界 用禅定的心来看穿 它完全都是一种禅定 所产生出来的虚幻之下 你慢慢的就知道 什么叫空了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你把这个世界 佛法的思维 佛法的第一离 完全能够明白了 你完全能够脱离这个空向 你不但空了 还要脱离这个空向 那你就能正得无上 正等正觉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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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